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台长啊 你听声音啊 你听声音像不像啦 像不像台长啦 真的是卢台长吗 是啊 我还假的啦 哎呀 我太高兴了 我有好多数想问您哦 真的是台长吗 不会骗我的吧你 哎 台长还敢倒旺语啊 是的呀 我也就是这么说的 是的呀 我是卢台长啊 我是真的卢台长啊 嗯 你是真的卢台长啊 对呀 嗯 今天是看 哎呀 看读谈 赶快问吧 赶快问吧 你去看读谈的不 你去看读谈的不 对呀 赶快问吧 那我想问一下您呢 讲吧 我问一下个 1965年的呢 男的女的啊 男的啊 男的啊 六五年ろう 想问他什么 讲吧 想问他的事业 感情 嗯 感情不是太好 事业妈妈呼呼 听得懂了吗 妈妈 妈妈呼呼啊 对啦 这个人脾气比较急 是的 而且动不动要发脾气 哎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嘞 是这样的嘞 而且我告诉你 好起来对人家好得不得了 不好的时候说翻脸就翻脸的 是这样的嘞 是这样的嘞 你要给他多念心经 我验了,我验了 验了二十几天 今天我看见那个有流发的城里面 说给他验七天 我说从今天起就对他验七天了 你知道不,他在外面哪七搞八搞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跟你说了,我刚刚看图腾 我已经看到了 你呢,自己这个样子呢 我从他的图腾都能看到你呀 你呢,打扮得比较朴素 明白了吗 你们这个人呢,不修蝙蝠 在家里嘛,拼命做事情 但是呢,你这个老公呢 我告诉你呢 在外面呢,哗哗的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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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的 听得懂吗 我跟你讲 他最喜欢打扮哦 你记住了 啊,这个男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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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打扮就有点小问题了 明白吗 是哦,是哦 你们自己应该你打扮 不是他打扮 但是你不打扮嘛 他就打扮了 哈哈哈哈 是的,我不喜欢打扮的我 哎呀,你不喜欢打扮 这个男人呢 他还是喜欢人家打扮一下的嘛 对不对啊 你不要 你你你你你 你呢,我告诉你呢 他呢,离那离不开你的 因为他的生活啊 平时都靠你要照顾的 但是呢 他在外面呢,又要 啊,这个是他的桃花节 你明白吗 嗯 问你这个桃花节要找到什么时候哦 找到什么时候 你现在他不敢跟你离婚就好了嘛 嗯,对不对啊 你赶快你 他不敢离婚 我都不 我都不想跟他过哟 哎呀,不想过 你要记住我一句话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都是冤亲债主 有的呢,不是他喜欢的 人家早上门来的 因为他上辈子啊 这个女的欠他的 这辈子他就来还他 明白吗 哦,对 你呢,你呢,自己呢 除了念经之外呢 要朴素 稍微要 啊,弄了干净一点 有时候呢 对老公们说几句 啊,好听一点的话 就像你这种人呢 讲出来的话都是 很 很厉害 很粗的 明白吗 对了,我不会那种甜甜蜜语的 哎 那你知道现在的 现在的女孩子都会甜言蜜语 啊,那你说你喜欢听甜言蜜语 还是喜欢听人家骂你啊 嗯 哈哈哈哈 我就是不会说甜甜蜜语 他就喜欢听,就是不会说 嘴巴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是吧 在,我也不要叫你夸张的讲 稍微讲几句好听一点的 对不对啊 老公啊,你现在进步很大了 老公啊,你现在 你现在还有点顾家了啊 啊,我真的说不说不出口了 疗症 LA так phenomenal 你可以在卫生间里多恋恋 没人的时候 哈哈哈 你看你 这种人 你情愿自己竞争中受苦 还是情愿自己在厨房间里多恋恋哪 你这个老公呢 告诉你很爱面子的一个男人 他很要面子的 是的 那你就给他点面子嘛 你经常讲啊 其实你这个人不坏 对家里也蛮好的 其实我们跟着你这么多年了 我们也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在教你讲啊 我们是这段时间的运气特别的差 你想想看一个男人去碰女人运气会好的 我也是这么说的 你整天是说 他不信了 他当然不行了 因为你这个人 你叫他去看看 你说说看 那些很多的出事的那些贪官 他们就是女人方面出事的呀 对不对呀 你说像他 所以我就问一下你了 你说他这个 那个苏严少会不会有好转呢 我说 会的呀 你看看你 会的 心里这么对他不好 你还要担心他的前途事业 说明你还是放不下他 为了一家老小 一家老小了 有大有老有小 所以你就忍耐一点了 对不对呀 我已经忍得够多了 我就是已经太崩溃了 你知道吗 老叔 你吃亏了 崩溃要忍得 人要崩溃了 哎呦 这么的年纪 这个年纪还要学年轻人的语言 崩溃了 哈哈哈哈 你先 都要忍不住来了 就是 你可以崩 你也不能溃啊 对不对呀 崩一下没关系 哈哈哈哈 有时候可以 你就要跟菩萨好好求一求 好不好啊 哎呀 我天天求了 天天求 把菩萨崩溃下 你记住 就天天求 你记住了 我问你 你天天种种子进去 它会马上长出来吗 哈哈哈哈 我也是这样的说了 等一等 我的业障 再等一等啊 好吧 他现在 没有跟你离婚 没有把你抛弃 只是在外面 说明他 还有这个家的概念 明白了吗 他不会理睬 我以为就 起诉了 他都不去 对呀 你现在知道了 谁要他了 我老是记得 记得服务的话 你说要忍了 我忍了 我就是天天 你忍卤的话 你要精进的 忍卤你要想开的 精进就是想开 你整天忍卤又想不开 那你不是 到后来变成豆腐卤了 我就是天天 哪里的话都在耳边 天天要记得 我个书 说谁要忍 要忍 对呀 你听 你能听到师父的 那个白话佛法的录音吗 能听到吗 看了 我天天都看了 好好听 好好看 对你有好处的 好吧 你今天打进电话 有福气啊 财产会帮你加持加持 你就是要改改脾气 不要像男人一样脾气 好吧 对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 你否则 看一下我们 我家的那个 我家的那个佛台 行不行的呀 你加那个佛台还可以呀 你老公已经卖好了 他没跟你搞 他也没不让你烧香 没有了 这个都没有了 挺好的了 已经卖好了 挺好的 好吧 那我真的 我的功课 你能对我调整一下吗 看看我以后 我们的家庭 能不能再和睦下去 可以 一定会的 四十九遍心经 每天要念 好吗 我现在 我的现在 从法未回来 我把我的功课 都调整了一下 四十九遍大悲咒 四十九遍心经 刷面礼服 可以可以可以 再念一点 准提神咒 准提神咒 好吧 愿了四十九遍准提神咒 四十九遍 消灾吉祥神咒 一百十八遍解决咒 太好了 好了 行不 行可以了 好好好 好了不能再跟你讲了 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真的太早了 太早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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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叔叔叔 很好 像男孩子一样 喂你好 台长你好 你好 跟台长请安 谢谢 台长不好意思 上次你来马来西亚柔柏州 刚好冷气坏啊 台长你满身大汗 真的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我们真是很抱歉 像你来到我们柔柏州 台长我想问他 1932年属居的女孩子 1932年啊 属居的 32年还女孩子了 老太太了吧 对啊 老太太 对不起来讲 你还女孩子 32年的女孩子 对 32年老安帝 同修的母亲 32年属什么属兔子啊 属居的 1932年 属居 想看什么 想看身体 好像不大 不能走路 我看看啊 第一 他的关节不好 关节不好 第二 他的腰不好 他的腰不好 而且他的血脉不合 他的脚有点肿 脚肿啊 哦 原来是这样 说到台长 他要念几张小房子 他身上有很多吃的那种 活的过去 活的东西啊 嗯 好了 过去了 我们家嘛 嗯 嗯 嗯 然后才要念几张小房子 然后才这样 几张小房子 嗯 对啊 他至少要念82张小房子 82张然后放生呢 放生是吧 啊 对放生 哈啰 我在我在看 我在看 放生要 一千 一千三百条鱼 一千三百条鱼 小房子 82张 对 啊 感恩 才讲 还有一个是 啊 我的太太 1965年 属于的 她已经改名 做提升文了 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提升到 那台长 叫什么名字啊 啊 父院 父 父 父生的父 一个 一个船 一个 一个 下面一个寸 父生的父 哦 然后就院 海院的院 币 是一个王 一个百 是避泻人情的避 他属什么 你告诉我 他几几年 他属舌的 父院 父院什么 避 父院避 啊 一个王 一个百 一个四 下面一个四头 哦 已经成功了 嗯 感恩 才讲 还有一个是我们 我们 我们那个 啊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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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们的院长 他的孙女 开大 开到很 一个头 开到十 十多寸 二十寸 整个头 差不多开了 问你 一九 啊 二零零九年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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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他,我告诉你啊,他这个头颅上有一个灵性啊,嗯,有一个灵性啊,嗯,这个灵性还没走啊,还没走哎,他要几张小房子啊,台长,我看一下啊,我要123张,123张哦,对对对,嗯,OK,那么感恩,台长,还有一个亡人可以问一下,问一下最后一个亡人吗,台长,快点吧,嗯, 啊,2009年去世的,盘的,盘今年的盘,啊,一,盘一想,怀一的一,怀一的一,然后想和的想,怀一的一,怀一的一是吧,嗯,对,怀一的一,然后想和的想,盘一想,2009年去世的,男的女的啊,男的女,男的是吧,男的,男的,我父亲 哎呦,刚刚到阿修罗,刚刚到 感恩,台长,他有拿到我的房子吗 拿到,拿到,拿到,拿到了,那么还要先抓几张给他 我觉得你还要给他54张 54张是吗 然后那天我打,我8月17号打给台长,台长等我母亲去了那个,呃,预介间 然后请愿还要还要给他几张房子啊 母亲你就给他36张就可以了 嗯,30张可以再上啦,可以 呃,会在阿修,会在那个预介天好一点地方 嗯,现在他已经在预介天了 对,但是他这个再飘来飘去,没有个固定的 如果36张的话,他可以在预介天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好吗 哦,这样就感恩台长咯 好,好 再见,再见 感恩啊,OK,拜拜 再见 喂,你好 喂 喂,师父 你好 哎,师父,你好,你好,你好,师父 哎,你好 哎呀,我真信 你好,师父 师父,我是1967年的羊 1967年的羊是吧 嗯 对,对,对,对 1967年的羊 好,你告诉我你想看什么,哪方面呢 呃,现在我在办这个,办办我手上的这个事情 呃,我就搞不清楚是什么的办法了 我看看 这个办办这个社保的事情 哦,67年 啊,你现在阻碍很大 不是搞不清楚 嗯,嗯,嗯 其实已经有阻碍了 嗯 哦,这个阻碍的话 我现在是,呃,通过念经 放生的方式,呃,需要怎么做 或者是 你以后讲话 你做人讲话 你都要当心啊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的图腾是很会得罪人的一个人 讲话 对,对,对 听得懂吗 嗯 你,你跟人家讲讲就像叫吵起来一样的 你要改毛病了 嗯 哦 赶快多念经 明白吗 哦,哦,哦 你这个人的语气啊,讲话 我看你的气场啊,冲人冲得很厉害的 明白吗 所以,人家就,人家就刁难,刁难你怎么样啊 你拿它没办法 赶快念解节奏 哦 好吗 我现在解节奏是每天,呃,一百零八遍 然后是,呃,给对方念七遍薪金 嗯 再念大概我看看啊 你大概还有至少要,还有一个,一个半月吧 会好起来 嗯 呃,这这件事情才能办好 嗯,一个半月吧 还要一个半月 嗯,去办吧 好好的客气点,冲人家点头哈腰的 你这个人这个脸呢也是的,我看你这个脸也是的 哎,不会笑的 哎,真的 嗯,哎,冲着我笑有什么用啊 要冲着人家办事员去笑 好,听得懂吗 啊, okay, overdar 好吧,要记住,求人家办事要客气 何气生财 这种事情不要跟人家讲 你这个人一讲话眼睛就蹬出来 你自己拿镜子照照啊 你老婆有没有这么讲你啊 我现在 我现在没有老婆 没老婆 过去有过吧 过去 师傅 我这么不知道 我这个事情一个半月以后就能办好 对啊你好好念经了 第一要客气 多念心经第二要许个愿 你这个人太小气 放放生去吧 放两百条 好的好的 没问题的 你这个事情还是搞得定的 还是搞 主要是我现在就是待在我这里 要一个半月以后 然后才会顺利 才会顺利 好吧 还有网生粥啊 你吃全素了没有 没有吃全素吧 我吃全素了呀 我吃了菜 那你就 那你就把这个吃全素的功德放在社保上面好了 好的好的好的 那就顺利了嘛 但是你以后这个功德就没了 你要做新的功德了 听不懂啊 行行行 好了 可以 师傅 我现在手上有七个我选的名字 你能帮我看一下吗 你自己的 对对对 你七几年数什么的 我六七年数羊的 你用不着报名字的 我就 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吧 我看一下啊 对对对对 你报一下 用不着讲给我听具体的什么笔画的 就名字念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一个庞景红 第二个庞景华 第三个庞如佛 第四个庞景浩 第五个庞景远 第六个庞浩红 第七个庞景红 第二个庞景华 嗯 最好 好了 景袖虔诚的景 对啊 中华的华 对啊 中华的华 我们站立起来呀 啊 啊 好吗 景袖虔诚的景啊 啊 好了 没问题的 啊 好了好了 师傅 您看看我的那个图腾 图腾颜色是什么 六七年数羊的 白的 嗯 我白羊 哎我师傅 我眼睛的眼 眼睛现在怎么看不清楚 模糊的很啊 您看是 有点白内障 要精致啊 有点白内障 啊 有点白内障 要注意 有点白内障 不要看东西太多了 你应该 你应该自己点野药水 保护眼睛 一天规定自己 不要看太多时间 然后 要去买一副这种 紫外线的那种眼睛啊 对 对 对保护眼睛很有很有效果的 我有一点白内障是吧 对啊 我跟你说啊 白内障到了后来 眼睛就慢慢模糊 看不清楚了 嗯 哦 我买买买就是 就是治疗这个白内障的 这个眼药水是吧 嗯 都可以 你要点消炎的也可以 主要你的眼睛用眼过度 加上呢 你 这个眼球啊 眼球收缩不灵活 嗯 现在你的眼球啊 对 里边的瞳孔啊 收缩不灵活 嗯 嗯 嗯 所以你自己要 要当心用眼 眼睛不能用得太厉害了 嗯 看看就要放开 看看就要放开的 软的近的都要看 明白了吗 好了好了 不要再讲了 结束了 呃 师傅师傅 我我妈妈在哪里 我妈妈叫 我妈妈去世了 叫呃 陈俊秋 什么 陈 尔东 陈 骏马的骏 秋天的秋 陈俊秋啊 什么时候是的 十年 十年多了 不行 我母亲 不行 还在中阴生呢 嗯 还在中阴生啊 啊 那地府 嗯 在地府 那我 那我有多多 还有多大小 83张 83张 啊 83张 83张 好了 好的 83张 83张 我83张是 好了好了 不能这么自私了 这自私以后老婆都找不到 好了 再见了 谢谢你 谢谢你关心福吧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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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关心福吧 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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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喂你好 抓紧时间最后一个 喂 师傅好 赶快抓紧时间 喂师傅好 哎 师傅好 师傅那个 弟子跟你请来了 师傅你看一下 1971年 属 属什么 是吧 属什么的 属狗的女的 71年属狗的女的 啊 对 啊 想看什么 啊 他想 他现在检查出来是 紧性 五腺癌 要马上动手术 他已经修了三年 不想动手术 师傅您看一下 他这个 叫多少张小房子 放生多少条鱼 嗯 跟医生再去商量一下 他现在不是太严重 还没有 还没有溃烂 明白吗 啊 嗯 师傅您看一下 是 他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打胎的孩子 引起的呢 对 而且他打了不止一个 啊 师傅您说的太对了 您说的太对了 是吧 明白了吗 啊 师傅您看一下 他这小房子 要要多少张 160 方生呢 方生要放1200条 啊 好 感谢师傅 师傅您再看一下 也是1971年 那个输狗的女的 他以前是乳腺癌好了 师傅您再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71年输什么 啊 也是输狗女的 他以前也是乳腺癌 通过新疆法 三大法宝已经好了 师傅您看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啊 啊 那卤房都拿掉了 嗯 啊 师傅您说的太对了 嗯 看到了 没关系了 现在暂时没问题 叫他不要去 看那些不好的东西啊 啊 好吧 师傅他 师傅他还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要69张 69张 叫他叫他吃全树啊 赶快吃全树 啊 好好好 我自己会烦 费也不想要 我会让你带他 去那里 你也要不想要 你带他